环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開始歡迎嘉賓 首先歡迎前立委蔡政員蔡委員 思敏好大家好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有明老師 思敏好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彭華幹華幹哥好 思敏好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來注意到了 這一次的美國總統大選 現在距離正式的美國總統大選 當天已經不到30個小時了 選情非常的焦灼 目前我們來看到在美國的部分 合格選民當中已經有1.6億人 這當中7300萬人已經開始展開 提前投票了 不過還有9700萬票 我們看到這個還不知道 這一些民眾會投給誰 我們先來看到目前民主黨候選人 賀錦麗對象共和黨川普 這個選情非常的焦灼 首先持續的來看到是姚百州 目前的最新狀況是來自於紐約時報 所做的一個中和的一個民調 顯示針對姚百州的部分 目前賀錦麗的支持度逐漸開始略有上升了 這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被視為共和黨票倉 當時大家看到的紅州 愛荷華州現在開始被逆轉了 不過接下來大家要關心的重點就是在這一場全國的重點戲了 11月4號選前之夜 接下來兩位候選人都會進攻最關鍵最關鍵的搖擺州 就是賓州了 我們先來看整體的民調 平均民調的部分 紐約時報現在綜合了各家的最新民調 特別指出在全國搖擺州的差距 賀錦麗以49%領先川普的48% 但是我們看到這民調還是非常非常近的 Washington Post現在賀錦麗的部分48% Marius College現在賀錦麗50% 我們可以看到幾乎都是縮小在一個百分點之內 兩位候選人都認為自己是美國救星 接下來我們要來觀察的就是愛荷華州 剛剛特別提掉的民調震撼彈 賀錦麗超車川普三個百分點 到底怎麼回事 有可能來翻轉現況嗎 而中國的義烏指數 也就是透過義烏的訂單狀況 判斷哪一位候選人較可能獲勝 不過今年我們可以看到訂單大減 也不明朗 如何推銷這次選舉的最終結果 楊老師怎麼看 這個愛荷華州沒有錯 一直都是紅州 那其實因為它是紅州 其實做的民調的加速真的並不多 因為不需要做民調 不過還是有幾家在做 那這一家所做的 我們看到紐約時報 特別把它放大來做報導 我們先不去質疑這家民調公司 它的這個做法以及它的公平性 沒有錯 它是在10月28號到31號所做的 然後Harris呢 也賀錦麗是47 川普是44 可是各位 另外就有兩家 我們比較知道 Emerson College 跟另外一家 也是在愛荷華 在它的之後 分別是11月1號2號 跟11月2號3號 美國的民調一直可以做到投票前 沒有什麼台灣這個前10天 不能做民調 然後不能公布民調 不能講民調 在節目上 在節目上都不可以講民調 如果我們今天是在美國的節目的話 到現在為止已經不可以講民調了 所以呢 這兩家做的是什麼 賀錦麗43川普50 賀錦麗45川普55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特殊的民調 一定會有 不一定不公平 它可能是做的這個方式 那紐約時報特別把它做報導 我覺得當然有在最後一個時機點 來去吸引就是支持民主黨的人 能夠再團結 因為到後面這一連串的民調呢 尤其是在過去這一個禮拜 其實是對賀錦麗非常不利 再加上一些事件 比如說那個垃圾談話事件 從川普到麥當勞 然後做一天的麥當勞打工 到川普開的垃圾車 這些事件其實都反映出了 川普這邊的公關以及宣傳 非常的靈活彈性 以及展現出來的比較高的這個自信 那這個機票的力道就很強 所以紐約時報 我覺得它大概是這麼想吧 那至於說所謂的烏毅的這個指數 那烏毅指數其實也就是過去 跟烏毅訂的單比較多 在選舉過程 尤其選舉之後要慶祝 所以它的一些紀念品 那在選舉前 可能是它的這個號數 或者是它的這個選舉的紀念品 選舉後 那就是它勝選的這個紀念品 就會很多 就去訂單去訂 可是拜登在差不多一年多前吧 快兩年了 他就訂一個說 像這些產品 要用美國貨 所以這兩個團體的兩個競選團體 他們自己訂的產品 一定都是美國貨 所以你知道每一個造勢大會去看的時候 他們上面一定都會強調 Made in America 可是問題是有更多是在Ebay Amazon 這些個別在賣的 一些沒有去參加造勢大會 或者是這個活動的人 那更多對不對 它的支持者就想要去買 買的時候給朋友 或者是自己怎麼樣的一個聚會 這些絕大部分還是川普 所以這個烏毅指數是不是就是不準了 我們不知道 那因為上一次2020的時候川普也是比較多 那到2016的時候呢 川普是比較多 那個時候比較特殊 因為那個時候民調都說 那個希拉蕊一定會贏 紐約時報甚至還說90%的機會 希拉蕊會贏 就2016川普勝了 那烏毅指數才出來 可是到了2020呢 這個烏毅指數有一點失效了 因為那個時候川普是現任嘛 大家覺得他這個比較機會高一點 可是後來拜登勝 不過各位也知道 那個時候他們其實相差不多 那這一次呢看起來 把這個所謂美國製造的這個因素拿掉之後呢 其實烏毅 要义烏了 對不起 义烏指數 那它其實顯現的是很明顯的差別 川普的訂單多很多 而就是賀錦麗的比較少 不過這裡還是提醒大家 賀錦麗因為是現在的執政黨 所以很多人呢 還是因為有那個法律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 義烏指數也許不需要太過於這個在意 但是呢 各個家的民調反而是很清楚的 現在尤其是在賓州 他的這個勝選的機會是越來越高了 好 楊老師剛剛幫我們特別提到 就是接下來要特別觀察就是賓州 確實 11月4號這個選前之夜重點 兩位候選人是都放在賓州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到現在目前賓州當地 所做的一個最新的民調 10月25號到10月29號 賀錦麗是以48%領先川普一個百分點 另外呢 是來自於USA Today 還有Sophie University也統計了 10月26號到29號 兩個人是平手的 Maries College也做了一個統計 相同時段賀錦麗的部分微幅領先 大約1到2個百分點 再來看到美國總統選舉 我們都知道是由選舉人團選出 要270票才能獲勝嘛 那目前看起來如果呢 兩方都能夠守住自己的票倉 那麼川普預計可以得到 218張的選舉人票 還差52票才能勝選 賀錦麗的部分225張 還差45票才能夠勝選 另外呢 要來關心的是賓州很重要 因為在這邊的伊利俊更稱為美國的美選張瑜哥 從2008年以來 這個俊這個地方 每屆總統大選都會選出最後勝利者 最後被認定為是決定下屆美國總統的一個關鍵 我們來從賓州觀察這一次的大選選情 委員 賓州是一個搖擺桌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東部的賓州是以這個會城為中心 傳統上是支持民主黨的 然後西部以批茲堡為中心 傳統上是支持共和黨的 你剛才講的伊利俊剛好卡在中間 所以它就會有同時具有兩黨選民的一個特質 也就是為什麼它成為張瑜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有點像台北市的天玉梨 他是在天母跟那個什麼 士林的交界處 所以會有這種藍綠兩黨那種選票的一個結構都很準 那伊利俊他基本上只有27萬的選民 27萬的人口 但是有登記投票的是17萬張 那這兩天又發生了選舉的糾紛 有的將近1萬7千張選票是有疑問的 因為他們已經開始提前投票了嘛 那是有疑慮的 那疑慮是因為你知道 美國的選物沒有像我們想像中那麼樣的精細 什麼身份證啊然後唸票都沒來這一套了 沒來這一套了 唱票亮票有沒有 他們都沒有糊裡糊塗的弄一弄弄 因為他們用選舉員票 他們只要大概比如施民跟我在選 大概施民贏啦 反正贏一票也是贏 贏百票就不必計較 選舉員票都是你的嘛 這種觀念說 所以底下也就比較紮紮糊糊了 那目前來看 當然是在民調上面他們已經盡量做了 可是不可否認 在費城部分的這些表態率比較高 在這個披茲堡的表態率比較低 所以會造成說兩個人有點勢均力敵 而且賀錦麗比較贏 但是開出來的票就很難講 比如說上一次川普跟希拉蕾在選的時候 川普在這個伊利郡是贏希拉蕾的 贏不多我印象中好像贏500票 他這個桌就贏了 這個桌結構上就是差不多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這個第二次拜登跟川普選的時候 拜登只贏他1300票 17萬選民裡面贏1300票 就代表說在這個費城方面的 民主黨的投票量已經超過了 那你可以看得到說剛好那個誰 那個川普的副手J.D.Vance 他就是這個所謂鐵鏽帶人出生 他這批茲堡不僅長大了 就開始整天操縱出 有我們同鄉這麼一大堆的 同樣是甘苦人 然後可是問題是 這個賀錦麗也不妨多讓 他就把他的華詩 他本來就是老師 我是老師啊 我跟你們一樣都基層出身的 都在博感情 已經到了哀家哀戶的地步 這個州 而且兩個很誇張 幾乎是民主政治最糟糕的 這個典範都出來了 兩個人在賓州 花的錢都上億美元 一個州就花上億美元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這個州的重要性 那我們當然可能再祝福一下 伊律賓再次成為美國的張藝哥 但是目前的確在伊律賓的民調 本身是平手的 但像剛才楊教授講的 可是問題是樣本不多 所以這個可參考性就很難講 不過這個我們今天兩個都穿紅色 好像比較願意意測川普當選 不過我個人比較喜歡 這個賀錦麗當選 好 等一下再詩詢一下 問委員為什麼 我們持續來看到 因為剛剛委員特別提到 馬賽賓州這兩位候選人 都投了上億美元這麼大的錢 在選舉這件事情上 確實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美國社會也出現了一些亂象 甚至有動盪有撕裂等等 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持續來看 紐約時報做了美國政壇的大氣候分析 如果說共和黨接下來這個候選人 他不是很多的案子纏身的話 風評不佳的川普 這個民主黨可能會選得更辛苦 因為現在其實內部 大家對民主黨確實也很不滿意 尤其有四成的選民他認為說 現任的拜登的表現並不好 28%選民認為 美國正在走在正確的路上 這個數字也非常的低 而且報導還說 過去從來沒有哪一個政黨 能夠在人民對總統如此不滿的狀況之下 還可以保住這個白宮的大位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來看到說CNBC的報導 最近很多的移民律師 還有顧問業者都觀察到 竟然是有一波富人 他們想要離開美國這個地方 而且這樣子的人數已經創下了一個新高紀錄 主要就是他們擔心這個美國選後會越來越動盪 所以現在是不是說這一波富人潮也顯示了 不管川赫誰當選美國 接下來都會有一些動盪不安的氣氛 接下來的賀錦麗 這個委員特別支持的賀錦麗的部分 還會持續推她的中產階級力量 還有她的經濟牌跟女性牌嗎 最新消息 賀錦麗說我有三大好兆頭 什麼好兆頭 因為第一個 她說搖擺州現在 她的女性選民是居多的 我到最後才告訴大家 所以其實是有利於民主黨 然後第二個 她說這個傳統的共和黨的郊居選民 現在已經傾向我了 你們不知道 我來再告訴你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最關鍵的是賓州 你知道怎麼樣嗎 因為她本來向來是支持共和黨 可是她現在最近因為說 支持民主黨的話 健保跟長照 就是比較年長的選民 那個都會傾向於我賀錦麗 所以我現在有三大好兆頭 然後選民就聽得一愣一愣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們不知道 可是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川普 他被認為是什麼 孤立主義者 這些我們都知道對不對 然後他又是種族主義者 他又是納粹同行者 同情納粹的對不對 所以在這些方面 大家都會擔心川普如果當選了的話 對美國的社會是會造成動盪的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 美國大多數的研究機構都發現 共和黨在這多少 就是說幾十年來 從來沒有像現在擁有這麼大的優勢 所以賀錦麗剛才講了半天 可能委員要難過了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 就是說他們的民意的傾向 其實我也有親友在美國 我私底下有問過他們 他們怎麼看 他們說 當然穩定是賀錦麗好了 可是你知道我們國內 其實也有很多大批 你們也聽過我們這邊加州 林園購嘛 還有失業利不斷的 林園購你知道嗎 就是不用錢進去搶了就可以跑了 對 那個叫林園購 一毛錢不用花 他說其實這個是在拜登政府底下 很奇怪的現象 因為大部分的僑民都住在加州 那加州為什麼會常常發生這樣的情況 而且照理講的話 一件兩件就算了 但是有時候他會變成一陣子 一陣子 警方大舉逮捕之後 他會消聲匿跡一陣子 可是等到判決出來 這些人又開始蠢動 所以他們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現在的政策底下 好像對於像這樣子的經濟疲軟 就業不易 都沒有很大的那些改進 那現在就有一些人 他們就講說 賀錦麗的機會經濟 機會經濟不是計畫經濟 她的機會經濟她講了很多 比如說她說她那個 支持中小企業 讓這個加強中產階級 然後我們要投資到家庭裡面去 這些其實都聽起來都很親民對不對 還有降低日用品的價格 那事實上這些東西都很空泛 為什麼沒有一條做到的 就在拜登的任內做不到 那是我賀錦麗上來 我就會讓他做到是這樣嗎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對選民而言 秉化的很好 可是能夠真正吸引到選民 這還是一個疑問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說 就算是川普當選會有暴力事件 槍擊事件 潛在威脅很多 可是賀錦麗她的那個當選之後會 會徵收資本利得稅這件事情 會讓有錢人會有點開始恐慌 所以講到有錢人恐慌 你知道美國最近發生什麼事情嗎 就是說有一些移民 移民律師與顧問公司 開始大發歷史 她說今年以來比去年多 百分之五十三的業務量幹嘛 就是說這些有錢人 她說以百萬 身家有百萬以上美金的有錢人到上億的有錢人 他們現在的詢問度是以前的三倍 詢問什麼 詢問就是選完以後我們都要走 不管賀錦麗或是川普當選我們都要走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想的是最重要的是說什麼 稅務 還有呢 如果說我今天不管是哪一個人當選 那對於我來講 我有第二本護照是好事 對 選項多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覺得害怕 他們會覺得對未來 像剛剛我講的那些中產階級的擔憂 其實也是富人的擔憂 但是有上億資產的人 他就會被徵資本利得稅 那更可怕 那賀錦麗他一定會做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到這個傾向 其實是這個天秤是傾向於川普的 雖然講是這樣講 但是天秤傾向川普 那他們會搬到哪裡去呢 他們說葡萄牙最好 再來西大 在這種地方 再來義大利 渡假 結果義大利說你不要來 你來的話我跟你講 我照樣徵收跟美國一樣的重稅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那個 不然的話不行 歐洲不好的話 沒關係我介紹你去聖路西亞 或是波多黎各的 那個就是加勒比海的小國這樣子 所以你說美國的富豪 現在是這樣也不是那樣也不是 其實他們對大選都非常的憂慮 我們來關心的是俄烏的戰場 而最新的戰況到哪裡了 法新社的報導 俄軍過去幾週在烏東的頓內茨克州 快速的推進 目前是已經佔領了數十座的城鎮跟村莊 已經解放當地工業城鎮的庫拉貨尾附近的 這個庫拉西夫卡村 那我們來看到俄羅斯的國防部說 確實已經拿下了烏克蘭東部的 哈爾科夫州的佩爾少特涅尾村 再來呢烏克蘭媒體也證實了 過去俄軍確實成果真的是非常的豐碩 一週內奪取領土面積達到2024年以來的最高峰 單月已經超過了200平方公里了 從8月初開始做計算 等於說已經推進了1146平方公里 而且目前還在加速當中 今天我們要特別來關注在 非常俄烏戰場中用到的武器的部分 因為烏軍這邊發現了 在他的擊落的俄羅斯的無人機殘骸裡面 發現有一種白色銀白色的球 然後他這個表面上有一些花紋 大家就說這個畫面上我們看到 這顆球看起來有點像是 舞廳裡面的這種disco球 這到底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請專家來帶我們看 另外在人力的部分 台灣的志願傭兵又再加入了烏克蘭戰場 這是繼兩年前 當時有一位犧牲的台灣人之後 這一位又有一位犧牲的是25歲的青年 曾勝光 他本來是一名陸軍的特戰隊退役的傭兵 然後在烏東這邊遭到砲擊而身亡 我們來請華乾哥幫我們看 怎麼看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武器的部分 這顆disco球到底是什麼 烏克蘭的女都軍 別阻格拉雅 她對於前線是最關心的 她說現在軍隊已經嚴重內耗了 你知道嚴重內耗到什麼地步 呂跟呂之間要互相調彈藥 什麼叫互相調彈藥 中央已經不靈了 中央的指揮系統 他說特別是 我現在要問你 塞爾司機 也就是吳軍總司機 他說我現在要問你 為什麼你們中央指揮系統的人在擴邊 前線卻沒有兵 士兵之間要互相支援 然後來我們互相調彈藥 我這個155炮沒彈藥了 去跟別的旅來調彈藥 然後這邊的呢 它可能是海馬斯不夠了 要從另外的地方來調過來 所以別阻格拉雅 她就覺得很奇怪 你現在是怎樣 超越現實了嗎 為什麼會就是說發生的 前線的部隊之間的橫向聯繫 很困難 所以這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過去在這個頓內刺客 他已經又佔領了幾十座村莊 對不對 像剛剛打下了烏拉西夫卡村 那接下來其實老實講一句 俄軍就是要看你什麼時候崩潰 為什麼 我們一直有講到紅軍村 波克羅夫斯克 和那個庫拉霍沃 這兩個重要戰略地點 為什麼沒有拿下來 因為以前不是說 只剩下幾公里嗎 不是 他現在是把謝利沃夫 這旁邊全部一個一個拿下來之後 他現在幾乎等於是一舉 他就要幹掉最重要的 這種補給的戰略要地城市 好 還有一個烏克蘭的馬琴科 馬琴科將軍 他再次強調 他說 我不知道你 為什麼上級要進攻庫斯克 進攻庫斯克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那你現在打下來了之後 那接下來你要怎麼做 所以甚至最前線的將軍 他自己的看法 他就覺得說 這是非常奇怪的 因為你的戰略的目的 不能持續演進的話 你就只好退回來 對 所以幾乎 庫斯克 烏克蘭已經在 就是說失敗的邊緣 也就崩潰邊緣 好 現在我來跟你講說什麼 烏克蘭那個防護快報說的 說在那個 擊落的俄羅斯無人機殘海裡面 發現了迪斯科球 那個迪斯科球 就好像掛在舞梯裡面 這樣一直轉的對不對 那個我們第一次看到 是在北韓 北韓的飛帶裡面有這個東西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是什麼 這個東西其實是 它的正式的名稱 叫做龍泊透鏡 什麼叫龍泊透鏡你知道嗎 就是說 我在我的廉價便宜的無人機上面 裝了一顆龍泊透鏡 可以使我 那個無人機 其實跟一個人差不多 比較高一點點 這麼大而已對不對 但是你在雷達的截面機上 你會覺得我好大 大到跟轟炸機一樣那麼大 為什麼 我吸引飛彈過來打 吸引烏克蘭的防空系統 如果說能夠吸引到愛國者系統 那最好 為什麼愛國者要100萬美金 打過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 我這個欺敵作用就成功了 其實這個龍泊透鏡 它的最主要的意義是在 它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們說F35 或者是F22這些隱形戰機 他們在訓練的時候 你知道自己基地都找不到 到底跑哪裡去了 找不到 為什麼 它隱形呢 它的隱形對所有雷達的意義都是一樣的 0.01平方公里 敵人看不到 我們也看不到 基地都找不到這些飛機在哪裡 所以它這個情況就是 裝入了龍泊透鏡之後 它就可以找得到你在哪裡 那是訓練的時候可以用的 那結果這個是訓練用的東西 現在放在俄羅斯無人機的殘骸裡面 去對付烏克蘭的防空系統 證明有效 證明有效 所以這也非常有趣 是戰場上的一個花絮 不過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必須要強調一點 就是說陸軍呢 我們有一個退伍的特戰兵 叫做吳宗達 他是我們已經確定 中華民國在烏克蘭前線犧牲的第二位士兵 繼2022年的曾聖光之後 他是第二位犧牲的 他可以拿到大約900萬台幣的撫恤金 烏克蘭給的也算大方 不過唯一的條件是他的這個 家人要必須到前線去領 那他其實有一個比較讓人覺得感動的故事 就是說他在前線被認為是貓戰士 為什麼 因為他照顧了九隻貓 跟一個老太太 足足三個月 三個多月 但是他正在移動他們的陣地 小隊移動陣地的時候 現在不能確定是被手榴彈炸死 或是被砲擊而死 不過他的遺體還在前線 還沒有拿回來 要等到二軍撤退才能拿回來 這也是對我們台灣比較傷感的一件事情 好 我們持續關心 其實剛剛華乾哥有特別提到 這個烏克蘭的戰力的部分 因為他現在確實很缺彈藥 所以內部有一些亂象 也就是說他們開始進行 鋁跟鋁之間交易他們的彈藥 另一方面在俄羅斯的部分 人力 我們剛剛看的是這個彈藥武器的部分 現在來看到人力的部分 北韓跟俄羅斯他們之間 這個會長的會談 再次的重申 接下來會履行雙邊領導人 六月達成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那我們也看到法國的媒體報導說 誰也不知道北韓派兵是否有通知中國 就說中國大陸到底知不知道 但是目前看起來可能不知道 因為中國也詢問了 有關於這個兩國合作的進度 看起來就是中國大陸是不知道的 就是北韓是沒有先前徵求北京的同意的 那我們也請老師來帶我們看說 現在烏軍 剛剛說鋁跟鋁來做交換 到底這個炮彈的交換 到底他們的軍紀出了什麼問題 再來就是二朝的合作 北京是真的很吃驚嗎 楠老師怎麼看 我現在講一個故事 一個真實的故事 1975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算是冷戰進入到比較是低檔 也就是美蘇之間開始在做接觸的這個階段 也是越戰到最尾聲了 澳洲 澳大利亞和北韓 朝鮮建交 結果建交這個在西方國家是很特殊的了 所以北韓 朝鮮那個時候選擇就是跟澳洲先建交 可是一年之後澳洲政府就被北韓通知 我給你斷交 雙方的這個大使就召回 不知道為什麼 事情發生在1976年的8月16號 在38度線 在韓國這一邊 那美軍駐軍嘛 那美軍都是用聯合國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稱呼 但美國人就發現到在這個哨所 跟38度線這邊有一棵大樹 這是個真實的故事 那個大樹那個照片都在 他就把它砍掉 因為它都擋到視線 結果北韓那邊的人就帶人過來說 你不可以砍 美國人說 這個是在我們這邊 我們可以砍 他就把它要砍掉 結果呢 北韓那邊就帶了更多的人來 然後帶著這個 狼頭 錘子 鏟子 雙方就打起來 這個是第一次 他們雙方沒有用武器 而是用打架的方式 結果造成美國跟韓國 這邊死了兩個人 這個事情沒有這樣結束啊 結果呢 這個就是 你就看到 韓國跟美國這邊 就派了大軍來把這個樹砍掉 樹砍掉之後呢 美國還怕北韓報復呢 結果還派了航空母艦 更接近 就是這個區域 結果北韓就沒有這麼做 北韓就在當地 就當場就找到一個斧頭 就砍那個樹的斧頭 上面寫了Made in Austria 奧地利 嗯 就隔了幾天之後呢 澳洲政府就接到了 這個通知 北韓跟它斷交 所以現在的北韓 不是以前這個北韓 這看起來像是個笑話 現在的北韓其實已經是很聰明 我覺得現在整個在 就是俄烏的這個合作上 北韓有一點像是上去幫助 去賺經驗 嗯 我覺得應該不會產生太 這個深刻的這個影響 嗯 那至於中國是不是事先知道 一定有事先告知他 嗯 也許中國的外交官 他並不是這麼了解 嗯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對北韓的了解 嗯 好 看完這個朝俄之間的關係 我們也來看看的是 現在在美國總統大選前 針對俄烏戰爭 大家已經開始選邊站了嘛 我們要特別來看到兩個國家 第一個是匈牙利 第二個我們要看印尼 而澳班 匈牙利的總理他說呢 如果說接下來川普贏得大選的話 他們會考慮要圓烏克蘭哦 因為他們認為說 烏克蘭它是沒有辦法獨自承受 這場戰爭帶來的負擔的 再來是印尼的部分哦 呃 來看到的是 11月4號開始跟俄羅斯舉行 為期五天的這一場軍演 分析就指出說 印尼顯示的是73歲 他們軍人出身的新任總統 普拉伯沃將會為雅加達在國際舞台上 爭取更重要的角色 然後也是他一個重大的外交政策上面的轉變 美方的部分拒絕針對印尼這件事情 做更多的評論 好我們要來看到說 如果說明天川普當選的話 歐盟原屋一事可能收手 澤倫斯基可能還睡得著嗎 那印尼到底為什麼這個時候要特別跟俄羅斯來舉行軍演 這麼敏感的時候 委員怎麼解讀 川普有兩個時間點 第一個他說他一當選 就要叫俄烏戰爭立刻停止 第二個時間點說在他就任之前 那是明年的1月20號 以哈戰爭就要停止 他為自己設了兩個很具體的 而且有力的一個戰爭停止的目標 澤倫斯基當然可以睡得著 因為他知道他快要下台快要卸任 以川普的個性不可能留住澤倫斯基 一定馬上叫他滾蛋 所以澤倫斯基可以睡得很好 以後沒他的事了 至於是不是挫著蛋 因為烏克蘭已經是接近亡國的邊緣了 死了多少人等等 而澤倫斯基配合著美國媒體 一路的騙自己的老百姓 也一路的騙全世界的媒體 當然包括台灣的綠媒 歐洲的媒體跟美國的媒體 也是自我作賤 整天都說 烏克蘭那這裡又打贏了 那裡又打贏了 結果媒體滿天飛 讓大家不斷的掏錢出來 這也就是歐洲現在政治領導的困境 配合了澤倫斯基收了太多的謊言 不願意把真實的情形 告訴老百姓 這樣方便從老百姓口袋裡面掏錢 來支援烏克蘭 就現在每一個人都下不了台了 不管是馬克宏 蕭之 那更是領頭 講好的就開始不給了 這個就是說 川普當選會有這種結果 我也不論得賀錦麗當選 她也願意再出那麼多錢 再打這種戰爭 所以俄羅百姓 所以俄羅斯戰爭已經到了謊言要被戳破 已經到了大家不再出錢 要準備結束的時候 現在只剩下該怎麼結束 那印尼跟俄羅斯軍聯 印尼很聰明 第一個他從來不配合美國去制裁俄羅斯 第二個印尼跟俄羅斯的關係挺複雜的 因為以前的這個印尼的軍方很討厭共產黨 那現在俄羅斯也不再是共產黨了 所以就可以重修就好了 那他們兩國本來沒有像美國跟印尼關係那麼密切 可是因為美國支持澳洲 對於這個印尼人來講總是心裡面有個疙瘩 印尼人對這個澳洲的那種感覺 的敵意比那個什麼 中國人對日本敵意更強 因為過去印尼人覺得澳洲人欺負他們 可以類似一張清單出來 這不是我們能夠體會的 所以在這個處境底下 印尼跟美國親 當然就是有經貿上各方面的利益 然後他現在想要走平衡策略 這個新總統上台又是軍人出身的 當然呼應普丁要軍演還歡迎到我家來 我印尼的海域都讓你軍演 換句話說你美國哪一天要支持澳大利亞 來欺負我印尼 那我對不起我至少可以找得到中國幫忙 我可以找到俄羅斯幫忙 他的目的是在做戰略平衡 是好 謝謝委員 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這一節我們要來關心的是我們前幾集談了很多 中國大陸跟歐盟這幾個月就電動車的議題 這個高關稅的部分最高達到45% 這個鬧得非常的不愉快 不過就在此刻我們看到中國跟英國在經貿上的關係 卻是不斷不斷的在升溫 今天我們來聊聊英國這種態度上面 還有他們在外交政策上面的一些考量是什麼 我們來看到記憶英國的外交大臣拉米 他在10月18日訪中之後 接下來這位是英國的商業貿易部常務次長戴維斯 好 也在10月31號在北京和中國工業信息部的 這個副部長辛國斌會面 那英方也說了中英之間的貿易與投資關係 對於英國新政府的經濟增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雙方最重要的是在綠色的轉型領域上面 可以做更多的合作 另外英國的財務大臣這一位是李夫斯 他先前確實也表示過 現在的英國非常需要採取 他叫這個叫做冷靜的經濟現實主義態度 等一下我們來解讀是什麼意思 說要來處理和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才能更好的促進貿易 OECD也預測說明年英國的經濟的部分 因為受到長期性的這種經濟阻礙影響 英國的GDP的部分會在G7裡面 會是表現最差的一個經濟體 這時候靠攏中國就是這個原因嗎 委員怎麼看 英國工黨上台以後 當然跟原來的保守黨會有很大作風上的不同 而且工黨他自己很清楚 他今天有機會經過這麼多年再次執政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英國經濟不好 英國老百姓盼望的工黨能夠改善他們的經濟處境 那為什麼英國的經濟處境會這麼糟糕呢 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他脫歐 脫歐的副作用超出他們原先的想像之外 第二個新冠疫情的時候 英國真的處理得很糟糕 這個死亡數字啊 大概死亡率那僅次於美國吧 然後整個社會成本支付都非常的高 那第三個原因呢就是俄乌戰爭 保守黨看到俄乌戰爭就充衷充的給錢給武器 結果使得整個預算都失去了嚴重的平衡 然後第四個更重要的是 保守黨的時候出了好幾個很詭異的首相 每一個人都沒有認真在做事 每一個人整天都只想要在媒體秀 結果在那一段時間 光其中一個短命的首相就讓英國賠掉5000億英鎊 所以可以知道說 英國的經濟管理已經到了全部靠外行 雖然最後一個英國首相是比較內行 但是孤城無力可回天啊 就一路下滑 所以難怪OECD會不看好英國 他們自己都不看好 何況OECD不看好他 他就完全躺平了嘛 所以現在工黨想來想去 我何必那麼不現實啊 為了香港問題跟中國吵有什麼意義呢 反正香港不可能再回到大英帝國的懷抱啦 你跟他吵那個沒有意義 你吵什麼黎智英啊 反送中啊 有什麼意義呢 乾脆好了啦 就口頭上淘點便宜 然後其他的希望能夠促進跟中國的貿易 有一個很大的現象 就是英國幾乎是這幾個歐洲大國裡面 跟中國的貿易量最小的 然後跟中國是他的第六大貿易國 可是只佔他7% 那這樣不行啊 別人都在中國賺大錢 我為了反中反而賠那麼多錢 那賠掉我的經濟 那會不會賠掉我下一次的大選 所以工黨警覺到此 開始自稱冷靜的現實主義者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中歐關係鬧得這麼僵的時候 英國他走向他的現實主義者 不過另外一個國家我們也來特別關注的是加拿大 現在呢在態度上好像也開始出現了不一樣 開始比較和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在升溫嗎 我們來看到現在在這個航空的領域的部分 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也就是歐洲的這些航空公司 他們開始減搬甚至停航中國的航線 那澳洲跟美國也一樣的是持續的減低 飛往中國航班的數量 而且這個幅度竟然高達三分之二這麼高 剛剛說到了那中加關係又在升溫嗎 因為加拿大的部分則是撤銷了 他在2022年對大陸的這些航空公司 例如說中國國際航空啊 首都航空啊 東方航空南方航空等等的這些航班限制 甚至呢加拿大航空還計劃說 在今年的12月份開始 他們要增加溫哥華直飛上海的航班 那專家這位是中國社科院的專家 他叫做金准 他就說呢這樣子的舉動是可以來改善 中加之間的關係的 另外我們來看到是旅遊平台去哪兒的指數 這邊顯示說在加拿大解除對中國航班的限制的這個發布消息出來之後 確實飛往多倫多現在搜尋指數大增耶 上週就增長了1.1倍 加拿大的旅遊資料也顯示亞太地區來說 中國大陸來說是加拿大一個非常重要的旅遊的來源國 好 那我們知道之前中加關係不好是因為慕晚舟事件嘛 那現在這件事情 這兩個國家的航班數改善了 是不是就有助於兩國走出這種低谷了呢 再來看到是美澳和歐洲他把這個飛往中國大陸的航班給暫停了 是否造成彼此本來就很緊張的關係 現在又要再惡化 楊老師怎麼看 其實加拿大這幾年來真的跟隨了美國的腳步 就是應該說拜登政府的腳步 對 什麼腳步呢 對中國大陸比較強制性的這個做法 那從經貿到雙方的交往到軍事面 很這個亦步亦趨的跟隨了拜登政府 那當然你就看到從2018年12月孟晚舟的事件 被軟禁一千多天 然後進入到疫情的時候呢 他也很斷然的採取一些就是停班 一些禁止 就是甚至商業航班進入到加拿大 蠻嚴格的 因此你就看到中加之間其實相互的往來過去是很密切的 因為很多中國人在加拿大求學 移民 然後做生意 過去他們統計的數字2019年的時候呢 雙方光是這個往來的旅客 都已經來自於中國大陸去加拿大一整年是75萬人 而去年這個數字掉了只有三分之一 22.5萬 所以不是只有單純的所謂的航班班次減少 因為他可以坐別的航班過來 那以及在拜登政府特別強調就是印太戰略的時候 加拿大是一步一去 所以我覺得雙面關係是整體面的加拿大政府的一個戰略的做法 那現在他跟現實來做妥協 第一個我剛剛講的旅遊的市場需要打開 第二個呢我覺得也是貿易的關係 因為其實加拿大也大概在賭吧 川普要上來了 是不是 那川普上來之後呢 你就必須要面對 每家之間都可能會出現貿易上的問題了 那再補充一個小點就是 加拿大那個印度的關係最近非常的不好 所以來自於印度的訪客也減少 因為他需要來補充來自於亞洲的這個訪客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很多原因加在一起了 為什麼改變這個對於中國的態度 整個戰略性的變化 好那看完這邊是這個加拿大歐洲國家在航班上面的變化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自己呢 在旅遊產業上面也有開放在更加的開放 尤其是在免簽的部分 現在是說要擴大單方面免簽的國家 好這幾個國家我稍微念一下 包括了芬蘭斯洛伐克 還有挪威丹麥冰島等等 比較大家會特別關心的就是韓國的部分 竟然開始也有免簽了不超過15天 那其實這是韓國首次被列為中方的免簽對象 大家也在關心說 許多的愛國的網民大陸的部分 在網路上面就開始罵了 說這個中國大陸為了救經濟 所以提供韓國免簽 這樣是不對的 而且這件事情在微博現在成為一個熱搜 那網民也在評論說 那為什麼我們中國大陸開放對韓國的這個免簽 但韓國它也沒開放對我們啊 那華乾哥如何看這個現象 是啊 為什麼我們開放免簽給你 你是我們的近鄰 韓國 以前都沒有 照理講的話 是你依靠我比較深對不對 應該是韓國先開放中國大陸入境 觀光客的免簽嘛 不是 反過來 反過來 既然是中國先開放韓國 也就是大韓民國的觀光客 入境免簽 你知道免簽 我跟你講 你聽了一下他們的誠意 你就覺得說真的是不錯 為什麼知道 你進來不是都要按指紋嗎 對不對 你又不用 這個新辦的都不用按指紋 然後本來都要先上網預約對不對 不用了 直接就可以進來了 免簽證待遇嘛 然後呢 還有 你在各口岸 比如說上海 天津 那個北京 各口岸上來 都有口岸的特別服務就對了 對韓國人那麼好 那為什麼我們去韓國還要簽證 你們來就不用 所以愛國網民當然是很生氣啊 對不對 他覺得說奇怪 我們要對他們那麼好 其實不是 這是中國的整體的政策之一 你知道為什麼 第一方面是刺激經濟 第二方面是展現中國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一直在 就是說一直觸礁的狀態之中嘛 他是希望開放 其實不是你剛剛念的那些聲明 他在三月的時候他有開放的 瑞士 愛爾蘭 匈牙利 奧地利 比利時 盧森堡 就一大批了 都一大批了 他三月就已經做了 他現在在到我們11月的時候 他多做一批 然後這是芬蘭的那個總統史塔布他就非常感謝 他說以後我們對於投資中國的話就更加便捷 所以我相信這是一個不可擋的趨勢 好 謝謝華看哥 讓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這集我們要特別關心在美中的這一場科技戰之下 我們來看到是美國的半導體晶圓代工大廠 格羅芳格他這一次是特別的踩到紅線了嗎 因為他把晶片賣給美國現在列為黑名單的中國大陸公司 這一家中芯國際的子公司 這完全是違反了美國的出口管制的限制嘛 那不過最後呢 竟然只被美國商務部輕輕罰了一下 這個罰款金額達到50萬美元而已 好 我們來看到整體來看整個晶圓代工領域 2024年的第二季營收部分 格羅芳格目前是全球第五大晶圓代工廠 而美國政府對格羅芳格確實也是表現得非常重視 因為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當時拜登才宣布呢 發放15億美元的一個金額來特別補助給格羅芳格 用在他在紐約州馬爾他這邊的興建全新廠房 還有擴充他的一些產能的部分 但是格羅芳格他才剛拿到美國的錢 現在就被拜登政府發現了 他這個出口違反美國的限制而出口 但是最後美國政府只罰了他50萬美元 理由是因為格羅芳格他還是有主動通報 算是有積極配合啦 委員怎麼看 格羅芳格是美國公司在加州的Santa Clara 他不算是特別大的晶圓代工廠 其實他本來是超微半導體AMD的晶圓製造廠 AMD就把它切割出去作為晶圓代工廠 所以他在加州你說大不大 說小也不小 因為在晶圓代工廠裡面排名第一的當然是台積電 第二是三星 第三是中心半導體 第四是聯電 那第五才輪到他 所以而且他所佔的市場的額度 因為已經被台積電佔了大部分 其他人都湊一點湊一點湊一點 他的第五名就很小了 所以你看他營業額嘛 這個才五十萬美金 事實上他這個都是一千多萬而已啦 這個生意只有一千多萬的一個美金的生意啊 所以小單他都接了 你覺得這家公司就小公司嘛 台積電大概也沒有幾億了 生意要都不接了 那他到底是什麼微微 因為主要的不是在晶片本身 實在是他賣的不是什麼多了不起的晶片 或代工做什麼了不起的 他主要是聖和經緯 聖和經緯本來是由華為投資了百分之五十的股權 那因為制裁華為 所以連他一起制裁下去 可是在二零幾年 二一年了吧 華為就已經把他百分之五十的股權賣掉了 所以現在已經不是華為的子公司 可是制裁還在 照常制裁 他就懷疑說聖和經緯有在幫解放軍做晶片等等 其實他在做 半導體是在做中斷的晶片而已 那不是大家想像中的什麼矽晶炎的那些東西 不是 那是因為大家都叫半導體 半導體 你以為每一家都是一樣 他不是 所以他是製造了一些東西 然後找這個格羅芳德來代工 所以你看這種情形底下 第一個自己的小孩嘛 華不能太重 如果台積電的話 大概重重砍下去 好幾億美金 所以第二個 這張公司營業額 而且份量也沒那麼重 所以恐嚇一下而已 那但是自己的小孩要補貼就要照常給 事物也照常給 Global Foundry這一間廠商或許對美國來說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要來看到這一間就很重要了 英特爾好不好 英特爾的部分它最近又出事了 道瓊指數 11月1號宣布了 接下來輝達會正式的列入工業指數當中 但是英特爾本來在裡面有成分股達到25年 現在說要被踢出為這個產業的變化 再次看到英特爾再次的受挫 而且還有不只這樣子的一個壞消息 英特爾在計劃在以色列研發中心 也要採檢的是數百名員工 另外現在外媒也報導說 年初已經有數十名英特爾的員工離職了 他們轉投入的是輝達NVIDIA的公司當中 好 這個英特爾的部分要救 只剩下被併購了嗎 楊老師怎麼看 道瓊工業指數 19世紀就開始有 其實現在我們不太談它 但是它具有比較長的歷史 它也不再只是工業性的公司 它是涵蓋美國主要的30家 它就是30家 做的各個領域比較好的 它用一個加權的計算的方式 來去顯現出美國的股市的指數 它也經常替換 我看最老的一家在這個30家裡面是PNG PNG就是美國做的這些家用清潔 整個很大的一個跨國企業 Amazon什麼時候進去你知道嗎 也是今年而已 Amazon今年才進去 你想想看2024年的2月 但是它進去就代表一定的 它在這個領域裡面的代表性 那沒有想到這個就是Intel在最近被換 被NVIDIA換 我覺得被換不是講當然耳的嗎 一方面是輝達 音樂達本來就已經 你看這兩年的市值漲了多少 應該有去年漲了240% 今年又上了170%左右吧 到目前為止 那Intel相對呢 當然完全是不行 如果它還是以前的那麼強勁的話 說不定它這個被換掉還是會再拖 因為在這個道琼指數裡面 就是一個領域就是這一個 不過IBM從大概1975年 就一直在這個裡面 但IBM也轉型很好 所以我覺得Intel最近 其實它的第三季的財報出來 似乎有一點符合市場的預期 還算OK 可是你看它不斷地在它的決策上面 AI它失去了 然後IDM也就是說 它整個在代工製造上面 它也事實上不行 那它慢慢也現在外包轉包給台積電 那可是它在整個就是 就整個營業額上面 甚至一度被說要高通要來併購它 因此我覺得現在 它面臨到很大的一個問題 美國政府現在正在思考要去救它 因為你要如果真的讓半導體的就是供應鏈在美國生根的話 其實Intel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不能只是靠外國來的台積電或者是三星 好 所以美國政府現在努力要來救Intel 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發展的部分了 好 最重要的就是這間公司華為了 它正式地發布它的原生鴻蒙操作系統 在操作研發這個十年走過了之後 它特別說了歐美同行我們三十多年來才一起完成的事 也實現了操作系統的一個自主可控 那承認華為的消費者業務軟體部總裁這位是王成璐 他主導了鴻蒙的發展 他也說面對當前美國的制裁甚至斷了華為的深入 還好是靠著這個鴻蒙打著這個系統 才度過了這個三大戰役之後絕地重生 那華為的常務董事余晨東他也在微博預告 接下來重頭戲就是這一款本月會推出的新手機了 Mate系列的Mate 70手機搭配的是自家的鴻蒙 展現自主的一個發展 那想要來看到的是美國作為這個對華為這麼重重的一個制裁 過去三年來是否反而讓華為更加強大 華乾哥怎麼看 10年可以做出歐美同業30年才能夠做到的事情 華為挺可憐的你知道嗎 你說從2019年開始 其實美國就開始在制裁在打壓他對不對 好 那商務部當時就說 華為你直接進入實體清單 你從此以後國內的各大廠商沒有經過 我的同意沒有經過商務部同意 是不可以 不可以使用谷歌 谷歌就是安卓嘛對不對 我就是用安卓的 但是如果說你現在你沒有經過同意的話 是不可以用的 包括英特爾高通等等這些晶片廠商 你都必須要經過美國商務部的認可你才可以用 好了 你現在 好了 你知道那個時候 2019年那時候華為你知道它 國內跟國外總共賣多少嗎 兩億四千萬支手機 那是它最高光的時刻 從2019年以後就不得不跌下來 為什麼 因為你這些APP你都不能下載 也就是說你用安卓系統的人 你到海外去以後你更不能用 為什麼 不給你活路走 所以現在華為它必須要走 就是說原始的路它要重新來過 它要重新來過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 它不能用 但是它一個一個來 它採取新的策略 它是用雙框架系統 然後還有華為自己建立它的內核系統 然後還有安卓也開放了原的代碼項目 這些東西都是華為一步一步自己做過來的 就是說沒有靠別人幫忙 在這種過程之中 其實他們歷經很多艱辛 而外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就想說他們在三大戰役 這三大戰役講的真的有一點哲學 叫做從底座開始 再到了體驗 再到了什麼 還有一個最後一個就是生態 這個叫三大戰役你知道 華為自己所說明三大戰役 然後這個月11月 他們會推出最強大的 都號稱最強大的 這個叫純血鴻蒙系統 就是什麼 純血鴻蒙就是Made70 Made70他說 我跟你講這個是 他說是全球第三大的移動系統